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啰 网上的家人们好 今天已经又来了 今天我们要来做一个惯用的玉米线 如果你们喜欢这个芋头的 你就不要错过这支影片了 那么现在我们来削皮线 这个我已经买了好几天了 所以它有些干但是没关系 也是一样的好好的 这个头要把它削掉 直到它没有红红的 现在我们开始来切这个一头 切好了我们要拿起来 我已经将这个芋头放在阵容里面蒸了 这个比较多一点所以我们要蒸久一点 大概是半个小时 如果我们来看还是没有熟 我们还要多蒸一回 因为这个比较多 盖上锅盖蒸30分钟 我们这个芋头已经蒸熟了 你看哦 一样就烂了 刚才来看还没熟 现在这个时间是35分钟就蒸熟了 只要蒸熟就可以了 好 现在我们开始来把这个芋头 已经蒸熟还很烫的时候 没有干块 然后呢这个是60克的细砂糖 还有这个是奶粉20克 等一下会很好吃哦 还有这个是2克的盐 如果我们不喜欢那么 这个咸有一点咸咸 比较好吃 如果不喜欢就不要加也可以 这个是看我们个人的喜欢 还有这个是黄油30克 如果没有黄油 我们也可以用植物油 因为等下还是要加植物油去调粉的 现在我们开始来打 我们开始来打 刚开始我们调慢速 先讲的刚才比较大一点 这个时候它卡在边边 因为这个不是很多 只有500克 所以我们要这样子把它 放着它一下 把它 这个边边把它 拌过来这个中间 才会打得到哦 这样就可以了那么 刚才忘记了 我们要加一点点的芋头粉 让它有一点点的紫色 比较好看哦 就这样一点点哦 不要太多 就是这个颜色是谁我们喜欢 因为芋头它本身已经很香了 我们再打了 才忘了我们还要来加一包这个炼乳包 这个不够甜哦 然后增加它的奶香味 这个已经快要更好 好 短到一般才看到这包炼乳 不记得紧张什么 那我们再打咯 现在呢我在取这个500克的芋头 所以我们来做另一种口味 它的口感是不一样 因为我们有加奶水的 然后呢其他还是一样 我们先将这包炼乳 然后呢 将这个 这个汪油也是一样的 还有我们的汤没有那么多 因为我们不喜欢甜 就是这个汤就是虽我们喜欢 不价也可以 因为里面已经有炼乳一包了 这个是30克的 那我们来打咯 这个牛奶牛奶是60克 等一下我们再加进去 好 现在呢我们要 这样子 刮它的边边 看它的边边有没有爬到的 等一下才会均匀哦 咱们就是看哪个人的 加拌机有些不一样 我得要这样子帮帮忙 才能够搅得均匀 现在将这个奶粉20克加进来 还有呢就是 加一点点的芋头粉 让它颜色比较美一点 这样子也有一点点 再打咯 把它当它已经丢化了之后呢 我们再加这个牛奶进去 然后我们继续的 一直打到它又花大概是一分钟吧 那就可以咯 我们这个芋头馅已经完成咯 现在我们这个芋头已经打好了 然后呢现在准备要来炒了 就是然后呢还有加这些料咯 我们这个芋头馅一定要加粉的 适当的加粉 照着会真的别去做啊 这个芋头馅 做月饼很美很成功很好吃 然后呢加这些粉也不会撕掉 这个芋头是香气的 然后我们要加的什么粉呢 这个是低筋面粉60克 这个是高粉 是做冰皮叶饼那种高粉 40克 这个是蛋粉30克 然后呢 现在我们就来挑它 用这些油鲜咯 先将这个低筋面粉下去 因为这个油是70克 拌均匀它之后呢 我们再倒进那个芋头里面 还有这个蛋粉 30克 还有这个是高粉40克 调均匀之后呢 我们再把它倒进这个芋头馅里面 灰蒸这个配方呢 它是不是很甜的 没有什么甜的 如果我们喜欢比较甜一点 你可以多加一些糖进去哦 它刮干净了 因为这个是很 很稠哦 它没有什么水分 等一下炒一会就可以了 所以我没有在这里搅拌它 搅进去之后 我们再一起炒 如果没有这样子 加粉哦 这个芋头馅 等一下做出来的月饼 一定是失败的 再看看 这个芋头呢 它是 就是没有进过炒 也没有加料的 我们要加粉在里面 它就不会这样子了 它就因为它水分太多 所以它好像山崩了 你看 山崩地裂 然后会真的配方呢 就是怎样能够让这个芋头 吃起来好吃 然后呢 做叶饼能够做得成功 就像现在这个是美美的 有加粉在里面的 这个我的成本的比例就是正确 然后又不失去那个芋头的香味在里面 让你们看看 没有炒过 没有加料的芋头馅料 是不可以做叶饼的 事实就是证明在我们的眼前了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炒的那个芋头馅 去做月饼很美 它不会膨胀也不会开裂 就是我们一定要加粉的 如果没有加粉呢 虽然芋头看起来它是很干的 我们也没有加水 但是芋头本身也是有水分在的 所以要接些料下去才会做得成功 这个我已经试了很多次了 这次就是成功了 超级的开心 希望你们去尝试做 就知道 这个配饭是很好吃的 又很简单的 我试着这个一头馅去做饼 试了很多次很多次 这样子才会成功 这次就是成功了 所以才把它分享给你们 希望看慧珍的视频的人 做到每一个糕点都会成功 这样子就有精品了 我们可以拿去炒 现在网门已经放在这个火炉上 我们先挑最大的火 等一下它已经热 我们再降低这个火力 这个很干的东西 所以它不可以太热 等一下会烧焦 如果我们觉得这样搅 它的一头不够碎 不够绵密 我们也可以放一点水再搅拌点搅 但是如果加水之后 那就煮得很辛苦了很久才会干的 如果像慧珍这样就比较方便很快 然后这个芋头的淀粉呢 它也不适合煮得太久 煮得太久它会变很硬 时间到咯 我们这个芋头馅要炒好咯 美美的很香 香气飘上来咯 我们要熄火了 15分钟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已经很干了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加牛奶 加那个奶水进去的 我们就是把它放进冰箱里面 让它冷冻之后呢 我们再来吃就好像吃冰淇淋很好吃的 现在呢 我们就来 要来试吃咯 这个是用冰淇淋的汤匙 我们现在要来用它包这个面包 夹这个面包 我们自己做的馅料 我们要用多厚就有多厚 超豐富的 这样子好 你们喜欢吗 吃这个一口 我是超级喜欢的 希望你们也会喜欢咯 好香咯 这样子做好一个咯 现在又是试吃的时间咯 特别的开心 然后呢我自己呢 非常喜欢这个芋头的味道 无论把它来做什么 做那个芋头扣肉 哇 超级的高级 超级的好吃 如果你们想吃那个芋头扣肉呢 不懂得怎么样做呢 去参考 会真的另外一个视频就 就知道了 然后呢现在我来吃咯 这个是核桃了 这个棒在那个冰箱冷冻室 让它冷冻之后 嗯 就好像那个吃那个冰淇淋哦 来吃一口咯 我吃咯 好香哦 然后呢 那个牛奶奶的味道很浓 芋头的味道也很浓 加上这个 这个核桃冷冻咯 好香就对 我再吃一口咯 哈哈 超级的享受 然后呢 这个芋泥呢 除了这些哦 夹那个 面包也可以夹那个饼干 鲜的饼干 还是有一点点汤的饼干 也是一样的 哇夹在饼干上哦 也是特别好吃的 希望你们会喜欢这个视频哦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了 不要忘了订阅点赞 还有分享 拜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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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